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车开在路上绝对回头率百分百 这车用的是一个上汽越进H500的青卡底盘 内部空间巨大 尤其是开启拓卵舱以后 空间我觉得用一个词叫无与伦比 我的天哪 整个车辆它长度是5米995 高度就是没有升顶的情况下是3米4 打开升顶以后升顶内部高度还有一个1米9 这车除了有自动升降车顶以外 厨房也特深 也是遥控自动升降的 既可以在车顶炒菜 也可以在车内炒菜 你们是不是特别想进车内看看 走吧 这款车驾驶是上方就是额头床的位置了 额头床出的非常大 是2米2乘2米 一家人都能在上方睡觉了 而且因为整个车辆高度有3米4 所以额头床它纵深还是很好的 也不会担心有压抑的感觉 下方还带有一台电视可以坐在后方来进行观看 同时除了这张床铺以外 我们这个长条沙发也是可以变成一张床铺的 车里总共有两张很大的双人床可供使用 也就是说一家人住这款车是没有问题的 这款车的动力系统还是2.8T的材料发动机 匹配6AMT的自动挡的变速箱 那也是上蓝板C本就能驾驶的车型 因为是青塔房车嘛 所以它整个驾驶的视野也比较好 看看这大沙发 这要在车里休息啊 看我这腿 完全都勾不到另外一侧 整个这个车辆内部感觉就是超级大 然后再加上整体的氛围的灯光呢 看起来又很舒适温馨 同时呢还有一些时尚感在里面 而且呢整体呢 车辆内部配备的设施也很齐全啊 这边还带一个10公斤的洗衣机 上方呢都是啊 储物的空间 隋州这儿应该也是麻将之都了 每个饭馆里啊都配一个麻将机 房车里当然也不能例外了 看见没有 自动麻将机已经给你配好了 随时玩 这车里啊还配有一个超级大的 170升的冰箱啊 可以冷藏可以冷冻 而且上方呢还带有一台啊 微锅炉 车辆的厨房呢 现在已经升到二楼了 一会咱们去二楼看 先来看看卫生间 卫生间内部空间呢 也是比较宽裕的啊 像马桶啊淋浴啊 然后简单的洗漱呢 都是啊可以满足的 这车内水箱呢 也挺大的 带有400升的清水箱 和150升的灰水箱 同时呢还带有啊 进口的燃油暖风可供使用啊 400升的清水箱啊 大概也就是不到半吨水左右啊 我单身一个月才用两吨 王师傅说他单身啊 一个月才用两吨水 那400升水 是不是用一周觉得就够了 没问题 来咱上二楼 来吧 现在你们肯定特别迫不及待 要看二楼啊 这个楼梯呢 其实还可以当作储物抽屉使用 这里呢都可以储物 现在咱们就踩着它上去 来吧 哇塞 这二楼也太爽了吧 看这沙发都已经弄好了 这沙发也是这种折叠沙发啊 特别简易 打开就可以坐了 哎 在我现在这个位置呢 它对面正好是一个超级大投影幕布啊 可以在这看大电影 这个厨房呢 现在已经在二楼使用了啊 那我们几个朋友坐在这里 一边看电影 一边呢还可以啊 制作一些美食 我觉得简直爽翻了 上方可以说是非常通透啊 而且整个的头部啊 这个空间也很好 那和呢 五六个朋友一起坐在这啊 一边看电影 一边能吃一些美食 我觉得简直啊 是一个非常大的享受啊 这个房车出去玩啊 才叫房车生活 据说啊 后期这个车顶呢 还能选装一个泳池啊 这个我还是非常期待的 看到这种呢 能带这个泳池的房车 这觉得就变成海天盛宴了 这款车呢 它是啊 38万元起售 那像车辆内部的 这个48湖1000安时的理电呢 就是50度电啊 是需要选装的 那具体的价格呢 还是啊 要以厂家公布的参数和配置为准 那这款车呢 我们就在隋州房车节上见吧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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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